第十一课 成语故事 二 生词 欲棒相争 欲棒相争 合棒 合棒 家 家 翻 翻 讨厌 讨厌 倒霉 倒霉 僵持 僵持 不论 不论 让步 让步 鱼翁 鱼翁 精疲力竭 精疲力竭 忽假虎威 忽假虎威 茂密 茂密 凶猛 凶猛 野兽 野兽 号称 号称 捕食 捕食 带 带 眼珠 眼珠 天地 天地 惩罚 惩罚 半信 半信 半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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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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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摇头摆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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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奇活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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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明 明明 微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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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棒相争 天晴了 太阳出来了 一只河棒从壳里钻出来晒太阳 好暖和呀 忽然 一只小鸟飞过来 把嘴伸进棒壳里 想吃河棒的肉 河棒立刻闭上了自己的棒壳 紧紧地夹住了小鸟的嘴 水鸟挣扎了一番 可是怎么也飞不起来了 水鸟心想 今天不下雨 明天不下雨 你这讨厌的河棒就要渴死了 河棒也在想 我家住了你 今天不放 明天不放 你这倒霉的水鸟就会饿死 他们僵持着 不论怎么样 双方都不肯让步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 河棒和水鸟都精疲力竭了 这时 走来了一个渔翁 他看到夹在一起的河棒和水鸟 轻轻松松地把他们都捉走了 狐家虎威 在茂密的森林里 老虎是最凶猛的野兽 号称森林之王 他每天都要捕食其他动物 一天 老虎肚子饿了 到处找东西吃 他在森林里边边走边找 遇到了一只狐狸 老虎立刻扑过去 逮住了狐狸 刚要张嘴吃 狡猾的狐狸眼珠一转 大声喊道 慢着 你敢吃我 天地派我来这里当白首之王 你要是吃了我 天地会惩罚你的 老虎 老虎半信半疑 慢慢地松开了爪子 狐狸摇摇尾巴 得意地说 要是你不相信 你就跟在我后面 不论我走到哪儿 鸟兽们见了我都得逃跑 狐狸摇头摆尾地走在前面 老虎紧紧跟着狐狸 动物们看见狐狸神奇活现的样子 觉得很奇怪 再往狐狸身后一看 哎呀 老虎都吓得飞快地跑掉了 动物们明明是害怕老虎 不是害怕狐狸 但狐狸借着老虎的微风 把动物们吓跑了 不论做什么事 它都特别认真 不论刮风还是下雨 它每天早晨都坚持锻炼身体 不论我走到什么地方 都不会忘记你 我的书明明放在桌子上 现在怎么不见了 今天明明要上班 它怎么还没来呢 我明明明告诉你 我明明告诉过你 你怎么忘了 竹之死 唐 刘雨溪 杨柳青青江水平 文郎江上唱歌声 东边日出西边雨 道士无情却有情 微风 吹风 大风 晚风 号码 号称 号衣 号照 眼珠 眼泪 眼睛 眼光 信任 信号 信心 信用 地步 退步 脚步 步步 天地 旁边 凶恶 地区 老虎 屈弱 轻松 经过 秒钟 超血 寿衣 善良 倒霉 雷声 微风 成功 厌恶 庆祝 僵持 僵场 凶猛的动物 狡猾的狐狸 茂密的森林 暖和的天气 倒霉的事情 微风的生活 参加拔河比赛的两个队 实力差不多 双方僵持了好几分钟 才会出胜负 无论是谁犯了罪 都要受到法律的惩罚 真倒霉 刚买的词典就不见了 虎和豹是凶猛的野兽 两个人都互相让步 事情就解决了 猪猛的独猛 猪猛狼 狼马封号称世界乌己 要是主人不在身边 他也就不敢这么大声叫了 他爬了一天的山 现在精疲力竭 只想睡觉 弟弟一进家门 小狗就神气活现的 跑了过去 对他的话 大家都是半信半疑 看他们忽假虎威的样子 就知道是他们赢了 不论怎么难的任务 他都会认真完成 爸爸不论有多忙 都有时间陪孩子玩 不论几点回家 妈妈都会等我们吃饭 不论刮风还是下雨 我都会见到你 不论遇到什么困难 我们都会坚持到底 我明明买了一本书 现在怎么没有了 他明明告诉你了 你为什么说不知道 你明明做错了 为什么不接受批评 明明是他的错 你为什么假装不知道 明明他不喜欢唱歌 你何必让他唱 你有早睡早起的习惯吗 有人说 早睡早起能使人健康 智慧 富有 你觉得有道理吗 我想应该是有道理的 不论成人还是孩子 都需要足够的睡眠 像孩子 每天晚上都需要 九到十个小时的睡眠 成年人至少应睡够 六到七个小时 如果晚上不早睡 就没有足够的睡眠 要是没有足够的睡眠 就不会有很完备的思考 要是没有完备的思考 事情就不会做得完善 也就不容易得到财富 可一些人明明知道这个道理 生活中还是不想改掉这个坏习惯 还常常不以为然的说 晚七点而睡眠不就够了 其实 起床后是锻炼的时间 可以散步 跑步 跳跳绳 打打拳 做做游戏等 无论 无论哪种运动都对我们身体有盖 因为运动可以加快血液的流动 这一点非常重要 血液可以把身体所需要的营养送到我们身体的每一个部位 包括大脑 另外 运动的时候 我们呼吸加快 身体吸入了大量的新鲜空气 对我们大脑的思维运动是非常有利的 所以想要成为健康 智慧 富有的人 就应从早睡早起 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关于早睡早起的好处 下面哪个文中没有提到 使人漂亮 孩子每天晚上需要九到十个小时的睡眠 如果晚上不早睡就没有足够的睡眠 关于运动的好处 关于运动的好处 下面哪个文中没有提到 认识很多新朋友 这篇文章告诉我们什么 应该早睡早起 天晴了 天晴了 太阳出来看 一只河棒从河钻出来晒太阳 好暖和呀 河棒觉得很舒服 忽然 忽然 一只水鸟飞过来 把嘴伸进蚌壳里 想吃河棒的肉 河棒立刻闭上了自己的蚌壳 紧紧地夹住了水鸟的嘴 水鸟挣扎了一番 可是怎么也飞不起来了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